我是古阿默 今天要来说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 寻找身体 一开场演了一下女主角的日常高中生活 早上起床吃妈妈做的早餐 出门上学 一路上没人理她 因为她是边缘人没朋友 中途她被已经没在讲话的青梅竹马同学男主角 撞了一下疏落满地 接着同学辣妹被男朋友骑机车再来学校 然后下一刻一只路过的猫就被巴士撞死了 来到学校教室后 大家在吵是谁偷了班费 有些人怀疑是班上人员最差的学生凑宅偷的 所以在查她抽屉 然后说找到了 说还真的是她偷的 但这也很明显是在陷害她 此时班长也倒笑 说大家不要吵了 是她没有管理好班费 是她的错啊 中午女主角自己一个人 坐在旧校舍吃便当展现孤独 同样也在吃午餐的班长 在餐厅跟同学合照时 同学却很明显不在乎她 照片根本只拍到她的一半而已 臭宅当然是被当成小偷被排挤 连要找安全的地方吃饭都很难 学生们都想弄她 辣妹则是跑去酒吧 找她男朋友吃午餐 但她男朋友根本没把她当一回事 手机还跟小三在传暧昧简讯 最后一个人是都不来学校上课 整天躲在家里打吃鸡的自闭哥 以上是在建立提到的这六个人 其实内心都很孤独 而孤独者就有可能不定时的被选中 被迫参与他们就读的这所 魔王高中里面的 怨灵大魔王伴的寻找身体游戏 玩法就是当天深夜12点一到 所有人就会 被传送到特殊空间里的学校就校舍 且穿上制服 一开始所有人 当然是一头雾水 自闭哥只觉得三小我怎么在这 我要回家 结果操场都还没走完 就被大魔王一刀腰斩给砍挂了 其他人见了 吓得想逃出学校 可惜大门当然是被大魔王给锁上了 然后大魔王开始追杀所有参赛者 杀法不外乎就是 同时你啊 杂烂你啊 刺爆你啊 画面通通都黄标 也没办法给你看 反正就都惨死就对了 但无所谓 因为所有人会在早上7点10 从自家床上复活 然后开始重复开头这一天 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开始醒来 有人会觉得昨晚的事情只是梦 像女主角就以为做噩梦 所以吃完妈妈做的早餐 就准备去学校了 结果一路上都是发生 昨天发生过的事 像猫被撞死之类的 而来到学校后 男主角很敏感 觉得昨晚不是梦 他马上找了昨天的参加者 来走廊上讨论状况 其中的臭宅也算是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有在研究都市传说 所以就用手机查了资料 给大家看 内容大概就是说 被选中完寻找身体游戏的人 得想办法找其一具被分散的尸体 集满后才能破关 日子才能往后过 不然这一天会一直重复 然后找尸体的过程中 大魔王会一直出来 阻止大家见人就杀 那一开始 大家当然是不相信 自己遇到这种怪事了 可惜当天深夜12点一到 所有人就又被传回学校就校舍 这让他们也开始相信 自己可能真的被选来玩游戏了 所以只能任命的 开始寻找身体碎块 譬如很快的 男女主角就一起在 科学教室的水族箱内 找到了一只断手 此时大魔王冲了过来 男主角决定断后 让女主角能趁机把断手拿回 就校舍里面的一个 棺材箱中放 明显是大魔王要求放在这的 他放好后 所有人就又都被大魔王杀光了 接着日子就回到 故事开头的这一天早晨 大家同样各自来学校 但现在已经多了习惯 男女主角甚至还有余力 先去救那只会被巴士撞死的猫 然后因为大家现在有共同的目标了嘛 就是要破关 所以忽然感情就急速升温 变成好朋友 有共同的话题就是容易变成好朋友 班长甚至提早在 坏学生们想在臭宅的抽屉里 放偷来的班费 陷害臭宅时 先拆穿了这些坏学生的计划 午餐时大家也不再需要自己吃饭 可以聚在一起 像好朋友一样 边吃边聊 之后就是持续重复 深夜时所有人被传送到 旧校舍寻找身体 然后被大魔王残杀 天亮后大家就会来学校 讨论计划 譬如现在已经找过哪些地方 收集好哪些身体睡快了 有时候大家还会想出一些 能在深夜时直接跟大魔王对打的招式 可惜完全不可能打赢 所有人还是被杀光 但也没关系 反正隔天还会复活嘛 活到后来大家甚至 也不去学校了 而是去享受人生 譬如来海边玩 譬如男女主角可以好好谈一下恋爱 他们会渐行渐远 说白了就是 女主角比较内向 刚开学时大家也懂 你没赶快交到朋友 等大家都有小圈圈后 你也很难再融入了 等于没朋友 然后其他人就会说 不要跟没朋友的人玩 男主角的朋友 也叫他不要跟女主角玩 两人关系才变差 不过现在讲开就没事了 好很快的寻找身体游戏 已经剩下头这个部位 没找到了 也一直找不到 于是那天男女主角 臭宅辣妹班长自闭哥 就打算利用白天视线好时 直接到旧校舍旁边 一栋废弃建筑做调查 因为只剩下这边 没有仔细翻过了 晚上视线不好来简单翻 又翻不到东西 就被大魔王杀光 所以如果可以先在白天时 过来查查看 头的位置可能在哪 那深夜时就可以 直接来拿头就破关了嘛 但是进屋后 大家注意到现场留下的一些报纸或资料 上面大意就是讲 大魔王生前是个可怜的生病女孩 被送来这栋房子做治疗 然后都没朋友 后来遇到变态杀人魔 把她杀到分尸 而尸体的头一直也没找到 也就是因为这样 她可能才因此变成怨灵 逼大家玩寻找身体的游戏 其实就是要大家帮忙 寻找她未被找到的头 忽然大家注意到 屋里有一个地方 被木板缝补过 打破木板 后方有一只娃娃 从现场遗留的照片来看 这娃娃可能是 大魔王生前最爱的东西 此时娃娃动了 一个瞬间消失 吓得所有人马上破门而出 而娃娃会消失 是因为封印被解开了 原本被不知道谁 用木板封印在洞里吧 总之娃娃封印被解开的下场 就是从今天深夜开始 出来杀游戏参加者的 不再是大魔王 而是娃娃跟大魔王的合体 魔王娃娃 更妙的是 被魔王娃娃杀死就算了 如果是被魔王娃娃吃掉 那隔天白天 这整个人就会彻底消失 最先被消失的是班长 他就像不存在这世界上一样 没有他的任何东西 除了游戏参加者外 也没有别人听过他的存在 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后 就推测说大魔王的头 有没有可能在魔王娃娃的头里 所以当天深夜 大家再次被传送到旧校舍后 所有人就坐了陷阱 找了武器要来跟魔王娃娃决斗 最终大部分人都战死 男主角死前 则是拿电锯切破了魔王娃娃的头 里面掉出了大魔王的头 女主角捡起来 再跟魔王娃娃单挑对决 并取得胜利 然后把头拿去放在棺材箱里就破关了 隔天游戏参加者六人 终于不用再重复过同一天了 他们进入了新的一天 但不再有 参与寻找身体游戏的相关记忆 新闻报道则是说 有装修工人在学校就校舍 旁边的警钟找到了大魔王的头 等于驻大魔王升天了 男女主角等六人来学校后 则是很有缘分的 抽签抽到要一起筹备校庆 等于大家虽然失去 在玩游戏时变朋友的这段记忆 但还是很可能在筹备的过程中 重新变成好朋友 皆大欢喜 可惜片尾硬要留一个彩蛋 就是说找到大魔王的头的那个井里面 有一张报纸上面原本报道的是 大魔王被杀人魔分尸 但大魔王的名字忽然默默的就变成女主角了 可能导演有打算拍第二集 所以留个伏笔 反正我们等第二集再看导演来怎么圆这个坑 总之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可能又给学生一些 在学校交朋友的压力吧 交朋友当然是很棒啦 但不要讲的好像孤独就该死一样嘛 大魔王愿灵也可以找人缘好的学生 来玩这个游戏啊 奇怪耶